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日 新北地院二十九日依杀人罪嫌 将手段凶残的嫂嫂判处无期徒刑 并剥夺公权终身 三十八岁的张芳化名与丈夫及一对儿女 十五年前借住在三十七岁小姑叶某的一处二十多平公寓 但姑嫂两人常因一些琐事争吵 所以感情冷淡 平常两人不打招呼 不交往 但即便如此 张芳平日里还经常大声开关冰箱门骚扰小姑睡眠 引发两人吵架 就在今年今年三月十一日 叶某因不满嫂嫂故意大声开关冰箱门 就在冰箱留下纸条提醒 本以为可以化解矛盾的条字 却给叶某淡来杀身之后 张芳在看到纸条后 不但不思改过 反而觉得是小姑在挑衅她 愤怒的她起了杀心 网络配图她先到超市预先购买五卷大型交代意图勒死叶女 三月十三日 张芳火稀小姑打电话向娘家抱怨 这让她十分火上心头 她先以胶带缠绕叶女口鼻准备将好泪壁 但因为叶某刚洗的头发太滑没能成功 而且再加上叶某女挣扎反抗 并咬住她的小指 慌乱之下 张芳拿起一旁的十四磅中亚灵猛击叶某 打得对方向她道歉求饶 但失去理智 张芳眼见小姑性命垂危 却狠狠说 现在道歉已经晚了 将她打到婚死后 再把小姑拖进浴室 放入水池中溺币 随后 又起车买回二十一包水泥 而叶某多日未上班 引起公司同事注意并向家属询问 家属还表示她到台东参加活动 直到十六日同事发现她并未参加 而叶某哥哥发现情况有些不妙 便进入妹妹房间查看 看到房里地上平白多出了一个长条形水泥堆 感觉不对的她立即打电话报警 警方在解报后前往现场 发现三平方大的房间里 居然起出一条长约150公分 宽约80公分 高约50公分的水泥主 并从水泥堆里挖出了叶某尸体 警方在对张芳审讯时 她交代 除了房产问题外 她还从自己孩子口中听到 爸爸说喝醉时曾与姑姑睡过三次等话语 她便怀疑先生与小姑不轮 再加上夜女向娘家告状 更加深了她的杀意 并以水泥封故演示罪行 新北地方法院和议庭认为 张芳不能理性解决于小姑夜某之间之相处纠纷 竟蒙生杀意 不思后果 犯罪手法甚为残忍 情节恶劣 应给予重判 但考虑到张芳在接受审讯时能坦白交代 且认罪态度较好 并有深深悔意 其恶没达到罪不可涉地步 尚可通过司法手段教化 再加上与叶某家人达成和解 故29日 被法院判处 无期徒刑 剥夺公权终身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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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